亲爱的观众老爷们 大家好呀 我是那小美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呢 怎么一见到大家空气都是甜的了呢 难道是因为进驻者赤 建立者甜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一就是相片推销员的故事 内容呢 是一个宅男在网上当键盘夹 最后遭到暴露的故事 小黑出场还是熟悉的台词 他是一个欲望推销员 他销售的商品是人类的心 并且自己是分文不取的 因为看到贵客开心 就是最好的报酬 阿肥是一个键盘起压宅男 他每天最大的乐趣 就是去聊天室 和自己的网友们分享生活 就在和大家分享美食的时候 聊天室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光骑士 他觉得阿肥分享的拉面并好吃 阿肥觉得好吃 是因为他没有吃过什么好东西罢了 阿肥肯定生气 我这个组完土著玩家 被你一个新人讨讽 于是和他的对话充满了火药味 聊天室里的其他人都劝他俩 肥哥算了算了 阿肥很激动 不过没关系 光骑士也表示 这点小事怎么生气呢 我冷静的很 到时阿肥因为被说中了痛楚 才激动的发怒吧 说话还那么难听 就在阿肥发怒准备还机的时候 聊天室好多人都提议退出 所以聊天室被强行关闭了 阿肥也生了一肚子气没出发 一边喝肥宅水 一边吹桌子 就在阿肥愤怒的同时 小黑向阿肥发出了好有申请 他和阿肥说 刚才的事情真的显得很狼狈 阿肥也觉得好像有人故意针对他 一开始那个光骑士 就是为了激怒他来说那些话的 又短短聊了两句 两人就886了 几天后 大家在聊天室里讨论世界上 到底有没有UFO 阿肥也表示 相信有UFO的人 肯定是比较浪漫的人 我呸 头一次天然这么夸自己的 但此时光骑士加入了群聊 他这个钢筋 再次和阿肥钢了起来 他觉得UFO肯定是不存在的 阿肥就申请和他对象 光骑士自然也是不从 如果有飞铁走就发现了 阿肥反驳他 你可真是不浪漫 光骑士就更来劲了 我最烦这种张口闭口 就谈浪漫的人 既自私又没品 这一波对线的结果 不用仔细分析 就知道阿肥输了 而且被全方位无死角的嘲讽 就在自己要掌握不住的时候 小黑给阿肥发来的单独聊天 剩下的事交给我好了 请看你后面的座位 座位上有个小黑周边的U盘 等阿肥插上了U盘 回到聊天室之后 他仿佛能够看到光骑士聊天记录一样 于是他就把光骑士 在别的房间 给女生评论的事暴露出来 甚至还发了聊天截图 众人都对光骑士说谈道次 觉得他很没品 光骑士也没有自找美举 归溜溜的退出了聊天室 这件事之后 阿肥非常感谢小黑 小黑表示 没事就是半个小忙啦 这个U盘 可以将对方以前的发言和行动 全部展示出来 不过一定要等到你快输的时候 才能用这一招绝杀别人 阿肥愉快的同意了 可是阿肥转身就去了别的聊天室 一直在窥探别人的隐私 还把别人的过去言论爆出来 让对手的发言自强矛盾 甚至挖出别人追几个对象 阿肥越来越想着这种感觉 这种万众瞩目 唯我独尊的生活 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体会不到的 他打字的手越来越快 笑声越来越大 整个人变得邪恶子起来 现在没有人能胜过他了 他成了聊天室里最强的 他就是聊天室的国王 于是就在他得意的走火入魔的时候 小黑突然出现了 通知他违背了承诺 乱用了这个软件 他留天的优势到此为止吧 紧急让阿肥被吸入了电脑里 聊天室里出现了阿肥上线的消息 打了招呼过后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阿肥的身份信息 接听住址 照片 甚至收入情况都被曝光了 自己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就连买减肥药这件事都被发现了 接着阿肥退出了群聊 本集的最后呢 小黑坐在电脑前自言自语的 再见不到真实面目的网络 不知道什么时候受到人身攻击 所以还是西式宁人比较好 这集呢 就是为了讽刺网络上的键盘侠 因为不需要对自己的话负责 就开始没有约束的人身攻击 左安语露 问候全家 现实里我唯唯诺诺 网络上我重拳触击 之前呢 有个行动挺有趣的 在网上 力气那么重 生活一定不如意吧 虽然呢 说这些话有些无理头 但是仔细琢磨 真的有点道 现实不如意 网上来撒旗 还有些人 总是站在 道格制高点的猎杀为人 你和他讲道理吧 说极样的他就骂你 你再骂他 他又站在道格制高点 认恶谢你 所以就像小黑说的 还是西式宁人比较好 而且随着网络的普及 上路的人也变得越来 偏向于低龄化 很多东西 都是给青少年带了 不好的影响 现在网络使命质 也在慢慢普及 所以说网络 并非法外之地 希望大家谨言事情 不要惹祸上身 无端去谩骂 或者网络暴力别人 我们不争做键盘侠 因为键盘侠 真的不是侠 最后我也希望 网络环境越来越好 大家能和谐相处 创造健康有序的 网络环境 那么今天的故事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不做键盘侠 从点赞投币开始咯 喜欢我的 一定要记得 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安妞